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修行学道真的是人生最宝贵的一条路 尤其是我们在透过走修行的路 我们改变了自己 又直接的得到了一些实际的利益的时候 那这一种道心会更为坚定 因为我们已经品尝到修道的好处了 那面对我们在座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 后学只能讲 从过去到现在 古今中外历千秋万世不变的 能够为我们所思念的一些的人 从来都没有离开是圣人的这个区块 他跟你的权势财富丝毫不相干 只有德是最能够让人去缅怀去思念的 然后不论古今中外 他共同都有一些谚语 那就是善人者有没有 他必然会得到天之诱啊 所以既然这样的一个立论 他放诸四海而皆准 眼前或许我们没有实际感受到 学到修行所带来的好处 然后只要这个意念坚定 你就必然可以在耳后的岁月里面 去得到修道的那些益处 尤其年轻的人 未来的世界太过于辽阔 你们的人生路还很长 那对于我们老一辈的人来讲 后学有些观念要再提醒 因为我这次去国外的时候 他们也问了很多问题 其中就有人提到 这个到佛堂参班听道理 他们问后学 他们说这个道理常常在听 听来听去都是一样的 那佛堂现在制了很多的 到国外去他们也有录音代码 也有透过国外的翻译 那是不是就把这个道理 我们就在家里听 就不用再好像班级都到佛堂里面 他问后学这样的做法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的 唐道自修这是可以 可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人在家里面是很难照表操课的 他的专注度不够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 那就是你在家里面 可是你的冤亲在住 没有你来佛堂 他进不来的 他进不来 他就得不到片刻的喘息 你们一定要去深信 在佛堂开班里面 他有先佛护台 所以当我们来参班的时候 他会有 那个我们的累世的冤亲在住 然后他就有机会来跟着参班 当他来参班的时候 先佛他有调停的一个义务 因为无形的东西我们看不到 先佛看得到对方是愤愤不平 还是心平气和 如果心平气和 他就会帮助我们走修道的路 可是如果他愤愤不平 就表示他随时随地要趁机而入 要在里面先锋作浪 让我们修行不得安宁的 我们有一个道清 我在国外就是 我这次就因为这个问题跟他谈 我说你我听他们告诉我 你最近很少参班 原因在于哪里 周江老师我在家看书就好了 因为他也是我翻译的团体里面的一份子 确确实实道学也不弱了 我说我要提醒你 你在家里面看书 跟你到佛堂听班 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最严重的就是这一个无形的区块 我相信你在家里面照表操课 因为他是一个相当沉浸 也喜欢研究道理的人 我可是另外一个区块的 那个等待你的人 他就等待不到 他想要要的那种所谓的 来佛堂啊接受佛光的一个沐浴 我说这样子的话 久而久之你在修行的路上 他会凭空起很多的一个障碍 还有我们在家里看书 看一看就会有事就放下来 你在佛堂不可能这样子 他不能接续 我说你这样子事情是 不会越来越平顺 反而会带来一些无谓的困扰 结果连续的 年纪已经很大了 然后孩子又不乖 然后又不工作 偶尔工作呢 拿给他两千 过不了几天就要给他拿个两万 就是这样子 我就提醒他 我说你要去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这都不是好的现象 这个过去没有的情况 都发生了 而且以前久不归家的那些 讨债的孩子现在陆续回来了 这些都不是好现象 那你或许问问我 他的孩子圈鸟龟巢不是很好吗 不是很好 因为他是在外面是有了一大堆的困扰 回来要找他解决 出去外面那么多年了 无影无息对他来说反而轻松 因为那种已经不可能改变了 病入膏肓了 他也没有能力去影响他 所以我就鼓励他 你要尝到佛堂 佛堂有班你要去听 因为你已经没事了 千万不要用说我在家里看就看得懂 所以我就不要再去 因为还有一个区块的众生 是你没有考量到的 这个也是我自己一个亲身的经历 我曾经跟钱贤讲过 我在茂园佛堂开班的时候 我母亲去听道理 讲佛归欲录 我那一次是碰到他在那边听道理 然后呢 我在复原佛堂讲金刚经的时候 我父亲到了现场 我父亲已经死掉了 死掉21天还没有出病 他就在现场 他也在听 所以过去前辈子告诉我们 我们来佛堂参班听道理 我们的冤亲在主才可以跟随 享受着这样一个悠闲的环境 那是千真万确的 因为看到的不只是我 我的手足里面好几个都看到了 这也是上天给我们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 否则大家都空口无凭嘛 所以前天你们要去考量到这一个区块 所以不独独是为自己 我们在这个佛堂进进出出 都觉得好清幽 地这么光洁 对不对 这么舒适 来到这边觉得很温暖 你要知道那些在外面流离失所的轨道的众生 一心只有讨报的心 他过的是多么艰困 他来到这里 他也会有温暖的感觉 因为他看到的比我们看到的还要辉煌 我们看到的是墙壁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真的就是一个老母的无极电脑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后学的话放在心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领胸领讲师很好 很多都上youtube了 你看后学自己的道理 那些是我们拿来进修的 比如说我晚上睡觉 我煮饭的时间 我就拿来一直反复的听 减点自己 但是佛堂的班旗要去护持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不是你要去捧某某人的场 而是你要去顾念到 那一些希望得到短暂喘息的冤亲在住 他也希望来到这里 尤其每一次开班 周遭还有一些的可以领命的人 他也可以在旁边聆听的 那都是劫善缘 那每一次开班都有不同的值班的仙佛 你进到来这里 就会跟那尊仙佛劫缘 劫了缘以后 你有问题遇到疑难杂症 他都有那个义务有没有 要去伸出手 帮你去排难解分的 所以参班的好处多多 但是很多的好处 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会起狐疑之心 怀疑是真的是假的 相信后学 我不会骗你们的啦 骗你们有什么好处呢 对不对 这个将来你回天 你都会知道的 所以越老的时候 身体如果许可 我们就听 如果不许可 就不要勉强 这个要先顾料到自己的安危 那真正孝顺 父母的子女 越老越应该要陪着父母 去走这一趟 但是这也真的是 一个人多生多劫 累积的福报 有没有子女相伴陪我们走 最后这段路 那真的也不能够勉强的啦 这是我们谈到了额外的题外之话 接着我们看 前面再讲 那一个人 他如果把家里面的分子 都安排的妥当 因为他修身 陪德有成嘛 赶化了家人 那一个国也是如此啊 他说一家人 一国新人 一家让 一国新人 一个一国新让 从一个人 他把一个家庭里面 他能够安顿的相当的妥却 家庭很和睦的时候 他就有能力 让一个国家 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效果 顺不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吗 姚为什么选顺 来做皇帝呢 就是因为他各方面打听 知道大顺 他对于父母的孝道 对于手足的剃道 做得圆满无缺 所以姚才什么 把这个皇帝的位置 善让给大顺嘛 大顺也不负他所托啊 他上行政 所以下面的百姓跟着学习 就带动的国家里面 每一个年轻人 对于父母的恭敬 每一个长者 对于晚辈的一个慈爱嘛 国家里面人人都能向善 这个国家就不会有不幸的事情 记不记得在咸鱼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 曾经做某一个国家的国王 他用实善法去教导国内的老百姓 那一个国内无形界 一定有一些的所谓的 轨道的众生的存在 轨道的众生 他要稀释人的一个阳气的 我们读论严经啊 读大圣金刚经都有读到啊 轨道众生除了几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 人间的供养的 不是的 他有一些是要什么 像罗刹之类的 他是吸收人的精气的 那什么样的人是他可以靠近的人 就是没有奉公守法的人 没有良心的人 轨道众生容易接近 那当释迦牟尼佛在国内 推行实善法 老百姓各个安分熟悉 每一个人的信德都什么 都很饱足 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轨道的众生 他就不能够去靠近你 不能靠近你 最后他本身要吸人的精气来为粮食啊 他饿了他没有办法去找了什么 找到了这个国王 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嘛 说你这样教导老百姓 各个做得这么好 我都不能靠近他们 我们眼见都要饿死掉了 所以由此可见 一个国家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 那就是人不行善嘛 人不行善的时候 他会招来这么大的什么 一个夜暴 你们有没有看到老天的力量有多大 这也是美国的一个所谓的飓风 前面第一个我是在泰国 所以没看到 前前门虽然有形容 我还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很详细啊 第二个我是看到新闻报道 我已经回来了 你看那个飓风 把那个海里面的两三百公尺的海水 吸得金干呢 你有看过这么大的威力吗 我们说要把一个海水掏干 那个开玩笑用邦谱要抽多少啊 对不对 可是一个飓风哦 瞬间就可以把海岸线 几百公尺的那个距离的海水 整个吸得干干的 连那个海马还是河马 都躺在那个地方 我们知道那个都是住在深水里面的动物啊 他体积庞大一个飓风就把整个的海水给吸干了 吸到天空去在别的地方落下 所以人不可以不敬畏天的一个力量啊 所以人在恶天不怕你 人在善天一定护你 所以我们寻着修道的路 感得上天的给我们护佑 你还担心什么 什么都不用担心 所以陪德为先啊 所以一个国一个家里面 一个国都是一样啊 可是呢 如果一个上位者不正 一人贪力 一国作乱 结根咒 我们读到 对不对 那这个世界各国 我们都看到了这样的乱象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跟着上面的人在学嘛 这个叫做上行下校 上梁不正 则下梁歪 一个家庭里面 父母自己言行不正 他就不能够把子女导向正轨 在一个国里面 上位者如果不端正自己 他就不能够把这个国家建设的富强康乐 因为老百姓一定也如法炮制 每一个人都喜欢为自己打算 上位者谋私利 老百姓必然也谋私利 人人都为了私利 罔顾大众的利益 这个国家一定乱 所以奇迹如此啊 关键就在于 你这个人 你有没有修德 当你有修德 你的位阅尊 你的影响力就无远佛界 当我们没有修德 我们的位阅高 我们对于国家百姓的伤害 那个造成的影响力 也是无远佛界的 他说此为一言分是一人定国 那言是人说的 一个上位者没有德的时候 他一句话 他就可以让一个国家陷入到动荡不安的理念 你们记不记得 法国为什么一直恐攻 IS组织为什么要去打法国 巴黎然后炸那个东西 为什么 最早是否导源于一个出版社 把人家莫罕莫德的画像拿来丑化 最早就是因为一位出版社 他丑化人家回教的圣者 莫罕莫德 嘲弄人家 他是一个杂志社 然后电视又大肆喧嚷 结果就种下了 人家回教国家对他的仇恨 结果IS组织就把他列为什么 首要的攻击目标 后面的几次都是原因于这样 最早是如此啊 各位前嫌 那如果一开始他做错了 有人出来去克制 那是不是就有可能把后面那些 不幸的事情降到最低 你为什么要去带动人家 对你的那样的一个杀鸡 那现在国与国之间各有领导者 讲一句实在话 你看北韩 君主专制 他一句话是不是可以国际 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 可是这样的人你把他逼急了 你认为他会不会狗鸡跳墙 他一定会 因为我如果被你们抓到 我就死无葬身之地 我临死我也要拖几个垫背的 那个比较暴力倾向的人 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所以欲对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方法 你反而不要步步进逼啊 你步步进逼他反而会用更用一个强烈的手段 有没有去反击于你 然后两方就会对立 这个叫一言分死 一句话就惹出麻烦来 为越尊不当的话 他出口造成的伤害就越大 那一人定国 如果你能够带动老百姓向善呢 他也是一句话 那话都是人说的 所以安邦定国 或者国家动乱不堪 他都取决于人 人才是最主要的 经济在其次啊 是先有人才会有后面钱财的问题 我们不培养自己的德 只讲究一个经济的一个效益 他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境界啊 很多一些的极权国家 他就是如此啊 所以姚在传那个位子 给大圣的时候 他讲了这四句话 十六个字 他说天之利数在尔之功 这个利数就是天命让这个国家传承几代啊 到底这个国家能够延续多久 在你了 姚跟顺讲 就看你怎么做 在尔之功啊 你自己本身怎么做 四海困穷天路永终 假如你上位者治国无方 让百姓民不聊生 这叫做四海困穷 那你的国错就到这里为止 传不下去了 所以秦始皇建国之后 他要建一个万代属于秦朝的皇帝 结果传了两次就不见了 那个是你口头想要就要的吗 你难道不要去陪德吗 你陪德就能够让你的国家 永远处在一个所谓的健康 这个健全的一个状态之中啊 所以才讲 你要众老百姓 看众老百姓的心声 就等同得到老天的一个护佑 所以不是古德讲嘛 天听自我明听嘛 听听老百姓的心声 因为国家是由百姓组成的 他不是你一个人躲在皇宫里面 闭门造居 你就可以左右天下大势的 你要走入民间 倾听老百姓的一个声音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国家建设的什么 建设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里面 想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 所以关键都在于上位者 那话又说回来讲 今天我们不在齐位 可是如果我们赔德呢 他就会天命的一个什么 一个家户嘛 你的位置就会提升嘛 从一个国的一个国位 到一个公司的职位 各位前前都没有离开德 所以升官发财之道 在于赔德 而不是用那么一些取巧的方法 那个是没有用的 那个有用 天下呆汗喝西风啊 那个笨的人 憨厚的人 就永远要饿肚子了 所以还是要得 他就举例子 姚舜率天下以人而名从之 节奏率天下以报而名从之 姚跟顺是我们历史上 三皇五帝里面的明君之二啊 他们用人道来治国 老百姓用人道 去回报于他 所谓的人道就是 上位者爱名如子 使名以实 所以下面的老百姓 就把自己的国君 当成自己的父亲一样的 去孝顺他 去恭敬他 去拥护他 不敢为非做的 可是节奏呢 节奏也是两个人 一个是夏节 一个是桑咒王 他们为了一己之私 满足一己之乐 所以他们耗尽民财 罔顾老百姓的一个所谓的生活的需求 用暴力去制裁 最后百儿民从之 老百姓以暴自暴 就把他推翻掉 那这两个人 下是夏节 历史上第一个昏君 就是夏节 那夏节是谁创的 谁的后代 大羽 大羽是不是圣人 水关大地嘛 是不是 我们拜的地关嘛 他是圣人 因为他是圣人 所以天命加在他的身上 他创了一个夏朝 中国有历史记载的 夏朝是第一个 结果传了十七代 到了后面这个夏节的时候 福报用完了 他承接着祖先的 这个留下来的 这个皇家的皇位 他宠爱一个女子 叫做妹喜的人 历史上很少演这个连续剧 都演达姬的 他宠爱妹喜 妹喜是国内的一个爵士美人 可是他天生是一个冰山美人 他不笑 他只有一样情况 他会笑 那就是听到那个布匹 在撕裂的声音 嗤嗤嗤的声音 有没有 哦 他就觉得那个声音很悦耳 我觉得你不觉得听那个 有点麻麻的吗 所以这个美女的喜好 与众不同 可是因为是宫女在无意中撕布匹 发出那个声音 那个妹喜笑了 所以夏节觉得 哎呀 这个美人一笑 请成倾国 终于有一个东西 可以博得他的笑了 他就命老百姓 每一天 进贡一百匹布 各位浅贤 过去那个布是要用人工织的 不像现在用机器 你两百匹我给你都没问题 那是很为难 他每一天就是一百匹布 然后就叫宫女 他跟妹喜在相处 叫宫女撕 每一匹就把他撕裂开来 撕裂开来就不能做衣服 他是这样子有没有 把这个国家给玩玩的 从妹喜 所以他是历史上 第一个记载的昏君 可是他的祖先 是不是因为有德才建国 所以子孙到了后代 不知道前人辈的辛苦的时候 就胡作非为 那这个咒是商咒王 商咒王是谁的后代 商汤嘛 商汤传了三十代 他宠达基 他宠达基的时候 九池肉林 这个电视剧我们常看到了 因为达基实际上 他也是上天九天玄女 派来灭伤的人 其实他有天意的存在 那为什么后来灭了伤以后 他不能够照理说 这个达基是一个九尾狐狸 附在一个 好像叫做苏妇的女儿的身上 他长得很漂亮 他去魅惑这个商咒王 那照理说商朝灭掉了 是不是他就有功了 结果没有功 为什么 因为他在附身的时候 他吸食了很多宫女的血肉 他滥杀无辜 所以他没功 他还有打到地狱到里面去了 去受苦了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一些的 一些的野史的一个记载 商咒王宠达基 达基喜欢九池肉林 而且因为他是妖妹附身 所以他的心性很残暴 他跟商咒王在看人家坐在那个城墙上面 楼台上面 看这个冬天 这个人家在过河 一个老人 一个年轻人 然后就看老人 年轻人走的时候 好像身强体健 老人家好像就涩涩缩缩 就问为什么 同样是人为什么过河的时候 一个人走得那么稳健 一个人就走得那么不踏实 结果达基的看法跟商咒王不一样 就把那两个人抓过来 抓过来有没有 当场把脚给砍掉 看他里面的骨头 是不是我们现在讲得了骨质疏松症 他就是这样子 看那个孩子生男生女 以前没有超音波 就把那个七八个月的抓过来 你说男的是女的 不一样 剖开来看一看是男是女 那剖开来不就死了吗 他就是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死了以后就 就打到地狱道去了 你看商咒王宠他 最后才给文王五王有没有 兴起 那商堂也是名句吗 那文王呢 文王我们都知道 文王是福西斯在来 福西斯是先天八卦的创始者 文王是解后天八卦 如果没有文王八卦没人看得懂 先天八卦没人看得懂 是文王就福西的先天八卦 在家里注解才有了后天八卦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 易经的384窑 那文王就是福西斯在来 也是一个大德者啊 所以天命的家庇 让他见了什么 见了周朝 见了周朝 传到传到周幽王 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亡国之君啊 他从什么 他从包市 所以其实不是现在昆道应运 在过去的时候就昆道应运 男子长一个国家的权势 但是都听命于女人 他从包市 包市的习惯更糟糕 一笑寝城再笑寝国 什么时候他笑 他喜欢看烟火 那个烟火不是现在我们放的那个鞭炮 不是 以前的古时候 他有各地的诸侯 来拥护这个周天子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有义族要入侵啊 或者诸侯要叛变 他们要点烽火台 烽火台都是建在高山至上的平台 它很大的一个面积 那点烽火的时候 一点四方的诸侯都知道 就是要来秦王 秦王就是要来保护这个皇帝了 那有一次是在无意当中的时候 有士兵不小心 把烽火台的烟火给点燃了 结果地方的诸侯 就立刻赶过来 就带动了很多的军马 浩浩荡荡的往金师奔过来的时候 哎呦王想没事啊 可是包是在城墙上看到 哇这么多的人这样子的徒劳无功 跑了这么一趟有没有 气喘喘的 他就笑了 他这一笑就幽亡有没有 就心里被感动了 哦原来这个点烽火台 可以让我的美人笑一笑对不对 所以那三不熙 他就派人把那个烽火台点一点 就是那个放羊的孩子喊狼来了 结果一次两次三次 后来他再点没人来 他就被推掉了 被推翻掉 你看这些的国王 为了博美人一笑 多么的劳民伤财 这个就是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臭名啊 所以其所令反其所好 你做上位者 自己言行不正 自己得不厚 你却要求老百姓以德来回报于你 他们是不会做的 而民不从 他不会做 同样的道理 从一个国到一个家 到我们自己 关键点在自己 我们如果没有把我们自己 给修炼的很好的时候 我们的大圣菩萨道 想要普度天下苍生的那么一个愿力 他就几几乎等同于灵 因为你没有说服力 你没有说服力 你就没有影响力 短暂的时间 可以靠着我们的言语的一个 能说善道 去鼓动别人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的马脚露出来了 他就会前功尽弃 所以陪德是最有用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讲话出声出调 你认为那个儿女 他会细声细语吗 不会的 他会种下那种种子在里面 所以环境的讯息是很重要 所以孟母他为什么要三千 孔母为什么在孔子的父亲死了之后 他要离开那个家庭 因为家庭里面太多的争执 他宁可到外面独立去抚养孔子 终于有没有 他的苦心没有白费 所以我们虽然不是在位的国君 但是我们有家庭 我们希望子女各个能够通达 那不是希望而已 你修自己 答案都告诉你了 三教圣人告诉我们 你要改变自己 改变家人命运的方法 就是修自己 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啊 所以事故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所以一个真正有德的君子 他遇到任何的困境 他必然反求于自己 当他反省自己没有做错的时候 他才会去要求别人 他意识不会推诿责任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学到的路上 或者我们在家庭生活 在社会上遇到很多的挫折的时候 你是要回国头来反省自己的 是我哪里行为上不端正 或者这一生没错 可能过去生 我不与人广洁善缘 所以我感召的磁场不好嘛 才会为人所排斥 我们透过这样的思维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忏悔 你就能够去化那些不好的一个磁场 所以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这是我刚刚讲的 我反省之后觉得自己没有错了 我才去非就是要求别人 所以所藏乌生不恕 而能欲诸忍者 为之有也 当我藏乌生 每一个人身上皆有的 就是那一颗良心本性 我们自己本身具有的那一颗善良的本性 我尚且不能把它发扬刮大 术就是把它发扬刮大 推击吉人啊 你还希望别人认为 我们是一个好人 然后乐于跟我们走修道的路 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治国在齐齐家园 所以你想要国内的老百姓 能够拥护这个国家 国家的政令人都推行在每一个角落 你就是先要把自己管好 同样的 你在家里面做父母的 要有那个威严去改变孩子 并不是靠着你是爸爸是妈妈 而是靠着你有那个德 你给他的都是正确的观念 所以你们我是不清楚了 就我自己而言 确确实实是因为透过修道 研究道理后 才发觉我有很多的观念 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错误 实际上跟世人的要求是 完完全全大相径庭 就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不学到 即便我堕不到地狱道里面 受什么大苦 但是来生要再保有一个好的人生 可能很难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没有积极的行善 即便他没有作恶 大恶没有小恶一定不断 最起码你的饮食习惯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是不是 你的福就会用尽 又没有善去做一个什么 一个帮衬 久而久之你就一定失掉这个人生 失掉人生就是转到三恶道去 再得人生就很难了 因为畜生到的动物 他要怎么去行功利得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回向 我们走进道场以后 我们的改变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对于天恩施德的那种感怀之心 才会真正的 是从内心里面所激发出来的 所以又引用诗经里面讲 讲有没有 这个奇家之道 跟治国之道 有关系的地方 他说 桃子妖妖其夜蒸蒸 桃就是桃树 桃花三月桃花开 开完桃花才会有桃子 妖妖就是妖妖美的 桃子桃树长得这么美 开满了桃花 叶子长得这么茂盛 蒸蒸就是茂盛 知子遗归 什么 这个遗归遗其家人 这一首诗经的诗 是来赞美女子出嫁 女子出嫁之后 她懂得相夫教子 夫妻能够和乐相处 她的本意在这边的 所以一个女子 她出嫁了 余归嫁到外面去 遗其家人 她可以夫妻和睦 然后带动这个家庭里面 都能够家和万事心 所以遗其家人 而后可以交国人 你就把这样子 怎么样照顾家人 那一份体贴的心 把它放到国家里面 扩大范围而已 所以文王他很有德 对不对 中庸讲 文王之德就如同上天之载 无声无嗅 德之高 可是文王娶的老婆很有德 文王的母亲懂得胎教 文王的太太也懂得胎教 所以才生出武王周公 这样的一个圣人 一家里面出了这么多的圣人 那胎教是什么 年轻的记得 胎教不是 拿一个音乐 放在这个肚子上面 陡在上面 然后放音乐 给那个小孩子听 我当年刚怀孕的时候 真的也很愚痴 也做过这种事情 那个时候流行一种 日本人的音乐 沙漠啊 风的声音有没有 买那个一两千块的 哎呀 要胎教 所以每一天 反正大肚子庄都很大 把那个音乐夹 他有一个袋子 他反正是用这个 所谓的电池嘛 就绑在斗宅这个地方 然后就开始 24小时就让他听 洗澡拿下来 要给他胎教 对不对 然后呢 白天自己讲话的时候 又大声又出气 指手画脚 结果声出来 就那么问文若婉吗 跟我一样 指手画脚 胎教不是外面放医院 给他听啊 是我们的情绪啊 那个母亲怀孕的时候 他的内分泌会 直接影响到孩子的 所以我就教你们 什么叫做胎教 这个已经有医学的论证的 孕妇在怀孕 不能够吃过度的什么 这个所谓的刺激的饮食 辣的冰的不能吃 我怀孕的时候 听着录音带 然后呢 冬天吃什么 去吃刹冰 年轻人就是轻狂 现在不要讲刹冰 冷水我都不敢喝了 因为有后遗症了吗 胃肠会不好了 你想想看 他那边听着音乐 你突然之间冰天雪地 里面又灌一灌冰水进去 喝完冰去喝美露 为什么吃冰吃的浑身发抖啊 是不是喝一杯热乎乎的美露 所以那个小孩子在肚子里面 就在水火地狱 所以他出来的情绪就很激扬 他是极端的 所以胎教是来自于 那个母亲啊 他能够修心养性啊 那妻子要修心养性 先生担负着很多的责任 你要懂得委屈求全 四个字 其实怀孕也没有那么多的麻烦 我们以前怀孕都没什么事 事情照做有没有 然后做到明天要生孩子的 都还不知道 可是现在人怀孕 好像问题很多啊 这个不能动 那个不能碰 我们除了在饮食习惯 在情绪上 不懂得胎教真正的道理 其他方面劳力的工作 甚至真的做到生产那一天 所以现在人比较娇贵 所以你看这个文王 他的老婆很贤惠 所以才能够创建了 所谓的这个周朝 因为他本身很孝顺 所以武王就孝顺 所以当文王走了武王继位的时候 老百姓很拥护他 武王对他的父亲是很孝顺的 所以老百姓就恭敬武王 武王对他的手足是很有爱的 所以就带动老百姓有没有 也能够手足和睦 这都是由一个人一人可以定国 因为他起带头的一个作用 在一家之内 我们先不要谈 到底男女平等 还是女男平等 还是昆道应运 我谈一个比较 一个我个人认为 它是正确的观念 不论时代怎么变迁 实际上家里面 主宰事情的关键的地方 他应该要落在昆道的身上 我们从天地五星来讲 前道属阳 对不对 所以前道那个肩膀要够硬 也就是你要能够担起 一个家庭的责任 你要负担起这样的责任 那昆道 昆道属阴 阳属天 然后阴属地 所以昆道本身要具备那种 逆来顺受的一个特质 即便现在走到昆道应运 很多的事情由昆道在做决定 但是对于先生 依然还是要那种 所谓的顺从之心 这个态度是一定要有的 你私底下做不到 你最起码大庭广众之下 你要给他这个颜面 你就不可以呼自己来 喝自己去 不论时代怎么变迁 我觉得男子所占的地位 是不容得我们去忽视的 我这一路走过来 虽然我处事有我自己刚强的地方 但是举凡大的事情 我先生如果不同意 我闹一闹 最后我也只有举白起 什么意思 因为我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你还是要尊重先生的 这是我父亲传书给我的 夫自天出头 虽然我没有像敬畏他 像敬畏天一样 但是我懂得尊重 他的什么 他的存在的一个价值 有一些事情要他去什么 要他去做一个决定的 所以要他做决定 就是夫妻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那他的意见是合理的 听从他的安排 我们以前的作风 跟现在人作风不一样 现在的男女观念很多在婚前就离得很轻 其实这是我觉得一个很惊慌的地方 因为除了父子以外 夫妻应该是至亲的 他应该可以白头偕老 他应该要患难与共的 五轮关系从夫妻开始的 可是现在的人好像在夫妻的关系 他是站在例子上面的 婚前我们协议要写好 对不对 财产什么东西归我 什么东西归你 他要写好 写好以后有没有 结婚以后就照着这个东西去走 我刚开始都以为只是某一两个年轻人的想法 到后来才发觉 普遍的年轻人都有这种观念 怎么会还没有结婚 就已经先预防离婚之后 自己不要吃亏呢 我们在座老一辈的你跟后学应该是同一个年代的人 你当年结婚的时候有想过准备后面要跟他离婚吗 没有吧 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时代的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是好是坏 我不敢断下义己之见 但是我个人认为 他是人情焦薄的一个开始 五人的关系从这边开始 开始开始开始有了所谓的 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的至亲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正面的现象 那为什么会衍生成这样子 那也无非就是因为 男女之间在婚姻存续的时候 互相敬重 可是当婚姻出现的破裂的时候 就尽量想要博取一些利益 于是大家就看到前车之间 就懂得要保护自己 至亲之人相处都还要懂得保护 那我们跟外人相处 会不会就先预设立场 我不要跟你太亲近 免得我受到无妄之灾呀 那以前所谓的朋友患难之交 拔刀相见 你觉得有可能吗 没有了 那就是拔刀像你呀 所以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已经见识进入到尾身了 因为人对于情的一个看法 他已经跟过去远远不同了 过去人一字一诺千金啊 七爷八爷的故事听过了吧 我跟朋友约好了 那到了那个地方定点 狂风大雨突然来了 朋友没到 我死守着不能离开 宁可丧失性命 我也不可以失去承诺 现在有几个人做到这样子 随便承诺 随便我没赢啦 你那天跟人家讲我没记啊 就是这样子 这是朋友的信诺如此 过去从一而终 现在哪里 离婚率这么高 我看能够不离婚的 就是在座的这些啦 是不是 所以这一些现象界的乱象 再再告诉我们 天地之间 最基本维系的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伦 它都出了变化 那天灾人祸一定会不断的 而且绝对会一波比一波大 让你目不暇击 所以不要去惊惧 哎呀某某地方又破绿史记录 我只有一句话送给你 它会不断的破绿史记录 不断的改写过去所没有的那种 天灾的产生的剧烈的伤害 为什么 因为人心 它只要没有去向善之意 人恶人怕 天就不怕 你看《幽伯赛戒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也点出这一点 作恶的人越多了 那这个地区感召着天灾 就远远要比其他地方来的什么 来的严重 《楞严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也说过 一个岛上面 有的地方会常常有灾难 有的地方就没有灾难 原因在于哪里 原因就是在于 同样一个地区 两方的人 他行善作恶的内容不一样 有的行善 有的作恶 所以天灾不会一扫而尽 哪一个人造恶的地区的 恶的磁场越重 那天灾就越多 所以我们要折良林啊 要选择好朋友 不要老是想要去住到什么 高楼大厦 那个没有用 要选择什么 选择跟善良的人为伍 你才可以减低自己的一个损害 所以过去的人家门以内之事 女人组织 你看哦 皇帝这么样子 高高在上 皇宫后宫的事情 皇后做主 皇帝不能插嘴 他有分的 过去的 过去的所谓的 你看近代一些的什么 什么大的家族里面 那个先生在望面闯到事业 娶个三妻四妾 所有家门里面的事情 大老婆做主 后面的小老婆是不能开口的 现在不是 现在是小老婆讲话算数 大老婆要委屈求全 这个都是颠倒 所以孝敬公婆 慈爱子女 闺门为万化之源 女子就是称之为闺门 一个女子教养的好 她出嫁可以宜家嘛 把夫家安顿的很好 所以每一个女子都能够教化成如此的完善 那各个嫁出去就把帮着把这个国家就安顿下来 所以关于国家的自乱心酸 女子女子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看清我们 所以过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她是强调的是 你不需要懂得那么多的大道理 你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 过去的女子有什么 出嫁重复的那种 逆来顺受的那种天赋的那种特质啊 就真的像大帝一样 所有家门里面的逆境 她可以一间单起的 她不会的轻易的让她的先生去分担家里面的那种琐事的事情 她不会 过去的女子真的有递得啊 现在比较少了 所以从古至今 上至朝廷 下至家庭 无不皆然 你治理一个朝廷 你治理一个家庭 其实女子她是源头的 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是不是在王凤岩行路就看过 她跟我们说今天昆道应运是不是息息相关 如果昆道真的应运 昆道化水会结冻的时钟 那你昆道做得好 是不是就能够带动什么 带动良好的一个风气 所以新家是昆道 败家也是昆道 就是这么简单 昆道责无旁贷 一个家庭不兴旺 昆道要负责任 昆道都怪到什么 怪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先生去的 以前昆道的责任就是这么大 我们现在听起来就觉得 哎呀听得很不顺儿啊 怎么都怪到我啊 我那个先生怎样怎样 有一些人确确实实是不好 但是你跟他结了缘 你又能怎样 你要不要一间单起 你单起就好 所以离婚是最下下之策 先生不好我就离婚 哪有这种事情 你挑来挑去 最后就挑一个卖龙眼的 所以先生不好 我还能够从一而终 对不对 我担负起 他所没有担负起的 教养家庭的责任嘛 那就是昆道的一个昆德 所以真正在学到的昆道 他绝对不会轻易的走向 离婚这一条路 不会因为他的观念已经被进化了 所以女人为教育之所系 母教更有利于失教 我们现在都把教育的责任交给谁 交给老师 丢到幼稚园 丢到国小 丢到国高中 国中高中的老师 你自己为人母 为人父 你尚且懒得管孩子 你认为别人又不是他生的 他会那么投入吗 现在老师管那么多孩子 孩子又不能打不能骂 因为他会打小报告 现在的小孩子很精明 我那天前天在操场里面运动 礼拜四的晚上 去新庄运动公园运动 然后就在那边拉筋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爸爸 跟他妈妈带着一个小女孩 四岁多而已 爸爸可能要叫那个小女孩运动 现在小孩子跟以前的孩子不一样 以前孩子跑来跑去 跑得让人家烦死了 他好像有用不完的经历 现在小孩子跑一跑就抱抱 他不要走 他真的很聪明 他不想走 到底是体能比较衰败的还是怎么样 我是不清楚 因为我好久没有养小孩了 跟过去真的不一样 然后那个爸爸就很费心 叫他来单脚跳 叫单脚要立起来 那小女孩就是不动 左脚右脚抬脚不动 最后没有办法 他就教小女孩从这个地方 譬如跑到钢琴那边 从这边开始吧 跑到那边说我到了 然后再跑回来 这个蛮稀奇的动作 爸爸就来回跑了三四趟 那小女孩就跑了 到了哦 到了回头看一看 爸妈说好了不起哦 他就跑回来 跑了也不过就是三趟左右吧 因为我在专心在做 我约列就这样来回 听他喊了几声 最后他爸说继续啊 说你不叫妈妈做 叫他妈去做 他不做了 你看那小孩子 聪不聪明 我才不要呢 那个新鲜的事情这么累 玩一玩就好 剩下你们去做 我不要做 你们跑给我看 我看他体能不过就是 年纪大概四岁 你看现在小孩子 聪明度到这样子 你父母跟他是最早接触关心 最容易发现他人格特质 你不肯用心栽培他 你丢出去了 别人会怎么教 所以历来伟大的圣人后面 都是母亲亲自教养 那现在年轻人为什么不教 其实两个原因 第一个家庭的困境 经济的负担 但是真正这个原因的油 少之又少 其他什么原因 累积财富 就是我现在呀 多赚一点钱 对不对 然后我就可以将来就 多轻松一点 还有一点 养孩子很累啊 很无聊 因为我以前在补习班教过 那些年轻的家长把孩子送过来 后学都鼓励他们不要送安心班 因为送安心班对孩子是不好的 你可以教嘛 为什么不教 他要加班赚加班费 那么穷吗 不穷 可是要多一点钱 老的时候好过日子 我十多年前碰到了家长 就是这样子跟我讲 十多年后 这样的风气 只会越来越严重 绝对不会越来越轻松 实际上最了解子女的 莫过于自己的父母 尤其是母亲 因为她在你肚子里长大的 可是现在人不愿意花费这个时间 因为养孩子很伤神啊 而且乱没有成就感的 整天为她吃喝拉撒睡 有没有 八十把尿 你要看到有成就感 那要到二十年以后了 所以没有人喜欢做这个事情 都愿意把钱拿出去 什么 换得轻松 这也是两代情感疏离的原因 但是家庭环境不允许的有 可是我看到的是都在少数 很少 不是真的因为这样子 那这些你看看 这些都是单亲妈妈哦 注意到没有 都是单亲妈妈 人家养出了什么 养出了历史上的圣人啊 那我们双亲 双亲家庭呢 养出了一群小调皮捣蛋的 听起来好可爱 你才知道讲这个调皮捣蛋 已经在咬牙切齿了 蛮让人伤心的 所以女子的责任很大 所以讲胎教 其实没有离开生教 自身做得好 儿女就会感受到那个磁场 也不是离开了母体以后 我就不能教化她 她是耳辱目染的 我们讲话的声音大 孩子讲话声音就大 所以我才忏悔我自己 哎呀 早一点学到不就没事了吗 也能够有没有最起码学一学 孔母孟母岳母 以前就从来没有想到 就学他们呢 从来没想过 现在想到要学已经没机会 因为老棒不能生猪了 所以诗经讲 一兄一弟 讲手足要和睦 一兄一弟而后可以教国人 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 这是谈道替道 所以你上位子能行调道 老百姓就能行调道 老百姓行调道 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互相起争执啊 就不会动不动就告关嘛 所以我们在前面第四章的时候 孔子不是讲吗 他如果要什么 断这个律的时候 他也很能断啊 但是与其事后亡羊补牢 为什么不从源头开始做起 让老百姓不要随便的去心诵嘛 不要动不动就告关嘛 现在人很喜欢动不动就诉诸于法律 动不动就拿手机在搜证 我现在已经知道 手机要怎么样录音了 那一天在乱滑的时候 发现有个录音系统 我在想这个就是搜证的一个工具啊 这么便利的科学的工具 是要我们善用的 而不是拿来处处去防范别人的 鸡毛蒜皮的事情 觉得受到轻损 也必须要去取得一个公道 所以我常常在路上看到 两车在相撞 根本就是保险感插撞一下而已 保险感又不是汽车对不对 也不是什么损伤 就过了就没事了 他就偏偏要在那边争斗 然后一下子就什么 这个车子就开始堵车了 我碰过好几次 可是我碰过我们道清跟我们讲 哇那个车子有没有 都已经被插撞到了 哎没关系没关系 你走吧你走吧没关系了 所以我们道清有很多 可歌可泣的事情 我们要表扬的 他的东西受到伤害 他站得住脚的 是别人撞他了 看一看 哎没关系没关系 你也没事啊 那你就走吧走吧 我都被撞到了 也没关系没关系的 我看看医生就好了有健保 这个就是道清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一些东西 说道清这边不好那边不好 你仔细去思维 那个是什么 爱之深则之切 我们有很多的道清 在长期的学习道理的情况之下 他已经在与自己跟别人 有深切利害关系 产生冲突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 弃至于不顾的 他都没有关系 我有个道清 我不要讲他的名字 他被车子给撞到脚 那为什么 骑摩托车 结果旁边一部货车 红灯不是停下来吗 脚一定放下来 就一部货车把他的脚压过去 骨头就碎了 开货车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人 从外线市过来人 吓到了那个总是很明显的过失了嘛 因为人家在那边停红绿灯嘛 你怎么会车子把人家脚给压过去呢 当场就知道有问题 那个货车的那个年轻人 马上就把他送到医院去 进到医院去的时候 他就急了 就掉眼泪 他说你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他说我有保险 所以健保费不够支费的 我还有人手保险 你不要担心 你就看你那个车子 有第三人血有妙 有多少可以赔 你就拿过来就好 你不要担心 我会跟你额外要钱 不会 哦 这个男的很感动啊 就常常去看 然后过了一阵子后 一两个月 几个月那个保险费下来 他要复原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啊 他说我也没上班 也没有什么好赔偿的 我本来就在家里面嘛 组着拐杖到佛堂去听道理 然后人家把那个十几万的保险金 拿来赔了 他说我现在帮你拿到了 但是我用你的名字布施出去 因为我不需要这些钱 那你记得以后开车要小心一点 然后布施完 再把收据寄给对方 人家说你一定有修行 他说我是一贯道 你看这不是把我们老师的名声 给发扬光荡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 你会忘记一贯道的好吗 不会 有人提一贯道 哎呀我怎样碰到一个人 是不是 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 这个例子不只是一个 我碰到好几个道庆有这种事情 我们在聊的过程里面 他都不拿对方的黑场费 因为大家都有保险的观念 所以即便他站得住脚 他都不要 他说你不是常讲吗 说不定这就是要把过去生的业债 给他了掉啊 可是坊间的会怎么样 趁盛追击嘛 趁火打劫嘛 明明两千块钱给人家要五千要五万 你就造自己的什么 来世的冤 所以我们道庆确实也有很多的行为 是值得我们去去歌颂的 很多啊 不是一两位而已啊 各个县市都有碰到 所以我想我们老师是最高兴的人 所以我们要有那种具体的作为 让别人在听到有人毁谤一贯道 他会因为认识你 他被你的行为感动 他站出来替我一贯道什么 阳酌极青啊 那我们作为一贯道弟子 我们就有颜面回去见我们基工老师了 接着看 世云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一就是你的严行举止 我们的严行举止 行的正坐的端正是四国 你就可以为周遭国民老百姓的一个表率 这是因为是在讲什么 他是讲一个上位的国君 上位的国君旁边有很多的诸侯国 当你的严行举止 可以为人称道 那诸侯国就会俯首称臣 你为诸侯的一个表率 所以这边就谈到了什么 谈到所谓的你看 其为父子兄弟主法 而后民法之业 从前面的一个女子的出嫁 能够安顿一个家庭里面和谐 从手足的兄友弟公 谈到了什么 替道 这边就谈到了什么 谈到你为人君之道 就像为人父要爱名如此一样 所以你在家庭所有角色的扮演 其实他就是一个维系国家天下的最安定的一股力量 所以才讲 视为不脏的时候 国家就有问题 视为脏从哪里看得出来 视为就是礼仪廉耻 从哪里看得出来 从五人关系看得出来 人人老百姓有没有 肃其位而行 恪守自己的本分 所以治国在齐其家 所以你要安顿一个国家 首先要有安顿家庭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讲完这一段话 时间刚好就要下课 在吕蒙正欠世文里面 有这么一篇的文章 天道合则万物生 地道合则万物兴 父子合则家有记 夫妇合则家安宁 兄弟合则家不分 朋友合则情义存 君臣合则天下品 那要什么叫做合 天道地道人道 得一则能合也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明 神得一以灵 注意到老子道德经 德一章提到这边 儒家也提这个东西 人如果有道 天地就能够肃其位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中庸讲 至终合天地未焉 万物欲焉 地如果有道 他就不会什么 不会天崩地裂 天如果有道 他就风和日丽 五日风十日雨 他不会带来大的灾难 家庭父子有道 这个家里面就各个能够分工 家有记就会得到很多的助力 夫妇如果有道 所谓的夫妻相敬如宾的时候 这个家就会安宁啊 兄弟合 他就不会闹着分家 然后朋友合呢 情欲就存 所以 所有的天道地道 人道都没有离开什么 离开一个大道 所以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什么 去锻炼起来 那吕蒙正他还有一句话 破瑶妇 他说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系祸福 我们常听过这两句话 对不对 他说蜈蚣百足 行不如蛇 这个没有问题吧 蛇没有脚 但是蛇走路比蜈蚣要来得快 蜈蚣的脚多不多 很多啊 至鸡两翼 飞不如鸟 鸡是家禽 有两只翅膀 但是它能飞吗 即便能飞 飞的速度也没有鸟来得高 来得远 对不对 鸟也是两只翅膀 马有追风之雄 无人不能自亡 这个千里马 也要有伯乐是祸 有伯乐去驾驭 他才能够成千里风 所以人有凌云之志 你有再多的一个报复 飞运不能腾达 没有运势的一个相辅相成 你就不能飞黄腾达 我为什么举出来这一段 好像跟经文没有关系 实际上我是要告诉各位前嫌 你从现象界这么多多东西可以看到 你再有聪明才智 你有再多的家世的一个美好 你父母留了金山银山 如果没有运 你自己本身没有那个运在搭配 你也不能出人头地 你金山银山也会一败涂涕 那这个运要怎么来 道 你修道 你行道 所以我们能修道 对内就是赔自己的德 对外推挤其人 与人广结善言 那个叫利德 能够赔己德 能够去帮助别人 这个是真正的修道 这两方面双管齐下 你就能够有实运的搭配 最后你就能疯狂腾达 所以儒家在讲的东西啊 都没有离开我们修身 跟我们过去一进道场 前辈子引导我们 叮叮这个所谓的千叮咛万交代 要我们要好好的改习性 画饼性 唯有如此才是赔自己得性 最好的入手方法 那今天这堂课 跟前贤们就分享到这里 这堂课